今天一直在看北京卫视演的那个电视剧 叫幸福李的故事 对,就李晨他们演的那个 今天看那集里边有一块是陈娃他舅舅搬离马扎 坐在胡同口里边 念那种类似于小时候说的顺口溜吧 就那种大概的那种 然后里边提到了就是好多的吃的跟糖 然后我突然就想吃我小时候吃的那些零食跟糖了 于是这一期就真的是突发奇想 订的这个道香村的外卖 所以说这一期是非常非常纯粹的 关于老北京小吃的一期评测 让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都买了什么 单子上有老北京龙虚酥 还有瓷皮酸奶 还有姜米条 牛舌饼跟枣花酥 咱们先一样一样的来品尝 先打开这个 哦 这里边是牛舌饼和这个枣花酥 我先来尝一下这枣花酥吧 因为那牛舌饼其实并不是我爱吃的 是大佬爱吃的 那个是给他买的 咱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枣花酥整体的一个形状 它是跟一个开放的花朵一样 然后上面点的这个几颗红点 边上这都是露着这个枣泥 我打小就爱吃这种枣泥类的东西 就是买过大王村的朋友应该都知道里边还有那撞圆饼 对吧那撞圆饼里边全都是枣泥 所以我今天先买一块这个 因为咱们就是为了评测嘛对吧 浓浓的枣香味 特别好吃 就是那种枣 大枣大枣饼上蒸熟的那个味儿满屋子飘的都是那个味儿 超级喜欢吃这个 枣泥特别细腻 特别特别细腻 而且这个不是很腻 只是有一点噎的哼 看我准备了什么 登登登登 莫里花茶 我个人比较喜欢喝燕子 所以我会多放一些茶叶 来喝口茶顺顺 真香 这个枣泥酥我是非常非常推荐的 而且是我从小吃到大的这么一个点心 这个牛车饼我先尝一口 虽然我不是特爱吃 我知道它是咸的 长的形状就是这种 长条形状 咬一口 嗯 我说不上来 里边都有什么 咸咸混合 这个一会儿还是给大佬吃吧 嗯 是不是有点咸哩味 说不太想来 好 下面 来开另外一袋 这袋里是啥呀 哦 说我买的姜米条 这个形状一直都没有变 我不知道口感有没有变 这个东西我也好多年没有吃过了 长大之后就好像不是特别爱吃这种零食了 它就是这样的一根小条 上面有这个砂糖粒 吃下来是脆脆的 咱们来感受一下 嗯 嗯 哇 真的特别好吃 还是我喜欢的那个味道 因为 它被油炸的特别特别透 非常的香 只会多来一块 它里边是空的 看一眼 再来一个 嗯 有点像我们炸油条的那种感觉 但是它非常非常脆 嗯 好吃 其实今天我买的都是我从小就爱吃的这种甜的东西 收起来 下一个 其实我今天 最想吃的是这个 老北京龙虚酥 我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跟我一样爱吃这个 我刚看电视剧的时候就跟大佬说 哎我想吃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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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虚酥你知道吗 那个什么糖 他说哎 我知道 就跟那个从土里剪出来的似的 一样 我说对对对就是那个 他因为好多有那种面 你知道吗 有那种豆面似的东西 然后 里面是那种糖拉的那种长长的丝蛋又团在一起 哎 咱们 尝一下来看是不是那味 你看他这配料有写着 小麦面粉麦芽糖大豆油白砂糖 和食品添加剂 就是写着食用香精 小时候这种东西都是吃一口就腻了 然后特椰腾的 好像跟那个那个绿豆糕似的 再来我尝一口 有那么大个 而且还特硬 我们这小时候没那么硬 还是我 那时候太小了 完全记不住 哎呦呗 别动 哎 别动 对就是这种 拉丝 拉丝的 这种 能看清吗 哈哈往下掉 尝一口这个 嗯 就是小时候那个味道 他有一点粘牙 但是一点都不腻 是因为他有那个 这个粉 对 小麦面粉 真的特别细 比头发丝还要细 就是这么细 嗯 虽然还是小时候那味道 但是 当我吃上这一口的时候 我就觉得嗯 已经足矣了 收起来 下一个 嗯 这个 这我估计如果是 外地的小伙伴来北京玩 比如说你要去个 南罗古巷 或者是 虎楼那附近吧 看那小麦部门口 都有那种摆摊的 卖这种瓷皮酸奶子 但是我跟你说 他那儿那瓷皮酸奶 绝对不是我们小时候喝的那种 瓷皮酸奶 我告诉你 特简单的一个 鉴别方法 看他到底是不是那个味啊 就是从外观上就能看见 很简单 他就是一头这个牛 还有这个浅蓝色的 这些标都是浅蓝色的 看一下啊 蜂蜜酸牛奶 就是这样浅色的 我发现外边卖的那些假的全是深色 就是深蓝色的 尝一下这 这应该错不了 嗯 太对了 就是这味 外边那个酸奶 假的那个 其实也不是假的吧 反正它肯定是不正宗的 打着这个 老北京瓷皮酸奶的旗号去卖的 然后但是其实它的味我喝过一次 所以我断定它肯定不是小时候喝的那个 它的味道有点偏酸 而且它的那个酸奶的形状 是比较就是口感吧 比较硬 知道吗 就是到嘴里的口感是有点硬的 这个 蜂蜜酸奶 它就是会稍微偏甜一些 偏甘甜的那种甜 不是hoho甜 然后它的口感就是到嘴里面 跟你的 舌头和你的这个 上糖一接触 你就会觉得哇塞 就特别 棉的感觉 真的特好喝这个瓷皮酸奶 如果大家想喝这种的话 我建议还是去当村去买 对 就外边小卖部的这些就别买了 嗯 good 你看最后一样 这我觉得 可能吃过人比较少 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一堂 来看看 高粱仪 我不知道有多少小伙伴跟我一样 第一次听说高粱仪是从自己的爸妈脑听来的 因为我小时候好像就已经 嗯 没有高粱仪了 我小时候那时候应该是九几年吧 对就已经 嗯 没有高粱仪了 或者说是能买的地也比较少了 就是他们小时候吃的 虽说它是山东特产 但其实它在北京就是一直在卖 对 然后来先看一下它的这个样子 它的外边是有这样的一层这个 皮 皮 就是这种皮 都是能吃的这种皮 然后里边 是黄色的这种 它是软的一种糖 知道吧 就是有点粘牙那种的 来尝一下 嗯 呵呵 这个张开嘴 特别黏牙 看它的成分表 看这看 嗯 在包包纸上 麦芽糖 白砂糖 食用玉米淀粉 食用糯米纸 食品添加剂 嗯 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 粘牙的东西在里边 但是真的很粘牙 嗯 还是喝这个 茉莉花茶舒服 就是我是那种 无论走到哪 就比如说我去外地玩 或者说 我去国外玩 我都会 随着我的行李 带一罐这个茉莉花茶 家乡的味道 像过去老一辈 或者是 就是爷爷奶的那种 他们 年轻的时候没有钱 买的都是那种高末 嗯 就是那种碎的 茉莉渣的 最后反正我记着 我小时候喝那个 茉莉花茶 就是连吃带喝 然后喝到最后 那点茉莉渣的也 让我给吃进去了 现在买的这个 现在买的茶也真的不便宜 这个好像是 买了600一斤的吧 好像是买了600一斤的 就是基本上它会分 比如100 200 300 400 500 600 800 1000 1200 1500 就是海网上还会有更贵的 我觉得家里一般情况下喝的话 五六百块钱 这档就完全可以了 行了 那这期的视频就到这啦 下期